華為館負責人 郭哲平涉嫌洗錢案 他之前是拉高交保 進一億元交保 那他的太太前率軍迅速把錢籌來 不過檢方又再次抗告成功 下午兩點半在新北地方法院來開庭 經過一個小時的開庭之後 法官是裁定還押 再繼續延押兩個月 稍早他律師走出來的時候 是表達了相當不滿 那在這一次開庭當中 郭哲平以及律師都狠批 他們不滿檢方說的 217億元的洗錢金額 控檢方是捏造污蔑 還認為檢方的起訴 書當中有證人根本是畏證 喊話檢方希望能夠看清楚 不要浪費司法資源 再繼續提抗告 另外他也對於這次的撤銷 原裁定律師提到高院法官是 罔顧人權 認為他的決定是相當的草率 收到抗告書不到一個小時 不到幾個小時的時間 就撤銷完全是不給他們機會 那其實在開庭當中 另外郭哲平有提到之前 監控會跑到松山機場 是因為他家的訊號基地台 有時候就會跑到松機 才會誤以為他人出現在了松山機場 那另外他提到他每天視訊半夜兩點三點 甚至是凌晨五點六點打給他 他都願意視訊 但是還是沒有獲得檢方的認定 那因此這次檢方提出說他有抗告治癒 沒有想到法官也逆轉 再一次是認為他有逃亡治癒 因此就裁定延壓兩個月